记者邱俊福台北报导 台北市信义区一家彩券行 因跟前合伙人朱鸿翔有债务纠纷 还闹上法院 昨天凌晨遭朱枪击店面戏份 辖区警方经据暴追弃 最后朱余律师陪同下主动带枪投案 朱宣称枪是多年前已故 以仁荣翔交给保管 但警方怀疑其说法将会进一步调查 警方初步调查 48岁朱贤 具有竹连帮封堂背景 身形高大 喜爱打篮球 自称年轻时曾打过红国之篮 据理性被派人表示 过去跟朱南合伙开彩券行 因朱欠约700多万的债务拆复 但朱道案反驳说 是李向我借票 却说欠他300多万额诈 才不满犯案 是李向真接的